选战即将开打 国政信誓旦旦 华人选票开始回流 而在同样是华裔选民集中的美里地区 国政誓言全哪三席一雪前耻 而开炮的弹药就是 新鸟之乡的首席部长丹丝里阿德南的 个人魅力以及烧拉越自主权 这两张王牌以硬汉在野党的攻势 美里三个华人周一席 上一届周选在反风狂吹的助威下 民主行动党以2比1略战上风 5年过去了一度被视为在野党 撇票仓的华人选区 就连行动党也承认 海马城一役 僵尸硬仗 国政候选人誓言三个选区 一个都不能少 并认为华人反风趋缓 倾向偏蓝 与首长阿德南的施政方针 和个人魅力脱不了关系 而阿德南强势捍卫沙拉越主权 都是华裔重回天平的助力 你要他做首长你一定要国阵赢 你这个不支持国阵候选人 国阵不赢他人家能够做首长 所以就是这个反应 马来西亚和同一九六三年里 那时候同一的 我们沙拉越应该是 该是我们的 应该是我们的 这五十三年里面 有的东西已经没有在 肩负首土重任的国阵史纳厅候选人 拿督李锦胜 上届中选仅以五十八张多数票险胜 寻求二度连任的州议员坦言 除了依靠沙州国阵大家长的魅力 也寄望过去五年的在地服务 可以催股选票 让他可以继续为民服务多五年 谢谢大家